可能你现在听的是正向分析九中聚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帮我编辑部正向无沙冷气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先讲讲香港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的士车队牌照 有五个车队中了标 有三个车队是市区的 有两个车队是混合车队 一共是3,500的士 他们什么时候公布呢? 即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公布这个牌照的申请结果 他们说符合申请资格的有12个 评分最高的五间就获得发牌 五间是哪五间呢? 第一间就是Big Boss Taxi Company Limited 第二间就是CMG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接着就是新科发展局国际有限公司 接着就是星群的士服务有限公司 接着就是太和管理有限公司 每一队车队就介乎300至1000部的士 合共有3500架 占全香港的士数的两成 在投入服务初期就会有1500架新车 占的士车队的四成 车龄不多于三年 也会提供豪华和轮椅的士 四分一就是电动的士 就会分阶段投入服务 那么的士车队制度是怎样呢? 现在预计就是2025年年中投入服务 又有顾客服务、司机训练、轮椅的士 駕駛安全装置、电子支付、网约渠道、豪华的士 还有车是要新的 加入这个车队的时候 车历是要不过三年 那么还有今年9月22号 就会再弄多一样东西 叫的士司机为例计分制度 就涵盖11项和的士司机相关的罪行 比如揽收车资、兜劳拒载 按罪行严重性就划为三等 扣10分、5分、3分 其实不是扣的,是寄分的 寄分10分以上 就要自费收集 并且完成的士服务改进课程 如果寄分15分以上 就会被取消驾驶的士的资格 初犯罚停牌三个月 重犯罚停牌六个月 现在说的士司机为例计分制度的好处 就是收集的士服务改进课程 可以给的士司机学习改善服务的行为 针对害群之马 加强对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阻吓力 还有就是提升的士服务质素 那 是不是会提升到服务中心 我认为都可以试一下 这些 还有就是 车队那边 他会为司机提供训练 有措施监管他的表现 和一定数量的司机 保持雇用关系 这样就加强那些司机的稳定性 那你在车里就会装GPS 这些安全设备 那 这个李仲恩 这个运输署署长 他又说 获选车队都会提供网约服务的 那市民可以根据需要选合 即是选合适类型的车辆 接着也可以就司机服务的表现评分 所有获选车队 亦会有多种电子支付系统 客户服务热线 和不同的通讯渠道 并且有投诉机制的 那 那 是不是真的会行的 不知道 先看看吧 我觉得可以试试做的 那 那 运输署之前说 他说的平均标准是怎样的呢 就是申请人的管理能力 车辆质量 安全相关设备 和装置 司机管理和质量 和服务水平和客户服务 网约的士和车队调派建议 和日常营运维修和应变建议 那这个的士车队刑办商 要在获批车队牌之后 不多于十二个月内开始营运 那 运输署会积极推动和协助车队 这个刑办商组成车队 但其实之前 他没有这样发牌之前 也有些的士司机是车队这样营运的 不过没有那么多架车的 可能是几十架到一百架车 这个车队牌照制度之下 车队一定要提供网约渠道 要手机APP 和网站 和电子支付 以及在车厂里面 装闭路电视 以及提升駕駛安全科技的装置 如果在整个牌照期内 他们的的士车领 是不能超过十年的 车队规模 运输或者市区车队 就要三百至一千架的士 新界的士车队就要一百至三百五十架 但是 它没有发牌给新界的士车队 现在是 现在是中标的 其实没有新界的士车队中标 现在是有混合的的士车队中标 以及市区的的士车队中标 但是没有新界的的士车队中标 当然 之前经常有个的士代表 经常出来说话 那个叫周国强 他就 拿不到车队牌照 这样 因为周国强经常出来说话 他就 之前 说过很多 他就说 他们自己 有网友平台已经搞好了 不过就没有 政府资助 现在那些中标的士车队 好像就是有政府 资助 这样 OK 看看之后会不会 令到的士行业的生态变好 想就是这样的了 想就是变好 但是 未必可以变好 这些是很难说的 那 他们的的士车队 可以自定收费的 现在 他们的特别制度就是 他为什么可以自定收费 我想他也是 会有折扣的那些 不过车队持牌人 可以 就预定的行程 自定收费 就是可能去机场 可以订一个价 一个fixed price 不用替标收的 这个数 如果做到的话 我觉得也有优点 就是会多了人 乘的士去机场 那些 温峰就说 以后在街上要折的士 就已经难了 现在很多人都去接Uber 其实在街上折的士 折到黑的的机会 是相对高的 其实 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 很多时候 都是打电话去叫车 就是习惯了哪个的士司机 就去叫他 看看他是不是在附近 如果在附近也能接到 那其实就简单很多 那 那 那 香港是听他说的 就是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痛苦的 不知道我现在看他会怎么样 周肖就说 我有个朋友 叫Raymond Wong 他有的士车 那不是我 他说 唯有特别需要的人用 那其实 香港一向都是有人 搞车队式经营的 不过那些车队 就是 比较小 而且 没有政府的资助 那这次 好像 就是 政府是会 有些钱给他们的 其实就是 那 没所谓的 如果真的可以提升到服务 我觉得可以的 整体的服务提升到大家都好 那 好了 算了 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一下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就是 适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